為什麼萬六重中好像天降飛船一樣? 司機哥哥放下了我在這裡 即是我走上去 走就走 我這些年輕小子 走幾級樓梯有多難倒我 話說回來 這裡的樓梯不算很高級 還要闊闊地 也不是很難走 這麼快就到了Handerson Waves 又不是想像中那麼高 不過你現在聽到那些 不是呼吸聲 是狗走過的呼吸聲 幻覺都說不是我 給面子好一點 一上來當然是不枉此行 雖然這裡走幾步就到了 但其實這條橋是在半山區 即是說一上來 就看到整個居高臨下 這麼美的新加坡景色 真的非常開心 還要按好天 逛逛逛 覺得沒有水喝 都不要緊 附近有一個休息的地方 就有一個自動收買機 不過按錯了按鈕 但是我本來不是想管裝的 不要緊 再接再禮 搞定 上山都難不到我了 那麼下山更加沒有難度 我看到這裡好像沒有人走 很陰森 其實今天是兩百天 有很多人跟你一樣 在走生 沒有生人 不生膽 一路走下去 看到這個牌叫做 Teleblonger Heights 又不會讀 再走出去的那條馬路 就叫做 Teleblonger Driver 然後走一走 就會見到這個天橋 就會去到那個 MRT Station 明知不是 但是叫做Teleblonger 一個站就會去到 Harvard Front Harvard Front 除了可以買東西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知不是坐聖屠山纜車 不過要注意一件事 要搭纜車 千萬不要以為那條隊是 那隊是旅遊巴 去錯了這麼多鐘 不知道要去哪 傻家家問人 才知道原來 這道Harvard Front Tower 2 才是買纜車飛的地方 但是進去 又不要排到右邊 這邊是之前 已經在網上 買了引飛的人 那邊排到才是 進去又見到 不要以為55元那麼貴 其實55元 是包含聖屠山的景點 如果你只想坐纜車 35元都可以 坐完升降機上15樓 就可以來到這裡 等他纜車載你去聖屠山 其實我在聖屠山 通常都是坐單軌列車進去的 很少好像這一次 坐纜車進去 都是那個 居高臨下 別有一分之味 另外也可以坐纜車 去到Seloso Point 和另一個壁 就是Seloso Beach 大家可以看到 左邊這個 其實就是Seloso Beach 附屬的一個酒店 就是香格里拉酒店 就是第一間 進駐聖屠山的度假酒店 去到Seloso Point 如果又不想坐纜車走 都可以等 Sentosa Tramp 車回到單軌列車站 出回市區 上去哪裡都可以 我呢 就不理你這麼多了 因為我已經走得很累了 還不回酒店彈一下嗎 至於這間是甚麼酒店 讓我先買個關節 遲些做一條Review的影片 那就知道了